师父好 请师父持悲 帮这位同修看图腾 他属羊 1979年 看到了 想问什么讲吧 想问事业还有婚姻 他的事业运 以后还会好 但是他的婚姻 一般 而且他的命根当中 有两次婚姻 你问他 你问他 他命根当中 要结婚离婚两次 就一次离婚之后 还有一次 明白了吗 那师父 他的小房子要过 这个人 他有一点忧郁 你知道吗 他经常想不通 对 你现在看见台长了 你应该想得通 对 师父 你以后婚姻会有一个的 有一个女的会喜欢你的 比你年纪大一点 把你当小弟弟一样的 怎么他讲了 比我都长这么多了 对不起师父 对 对 对不对了 对师父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你以后的老婆 对你好起来 好得不得了 对你不好的话 他也就是 骂骂你 打打你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他要记住 他的心啊 他的心脏 有点问题 你要告诉他 叫他要多晒太阳 他现在身上的阴气很重 他过去做过一段生意 是跟阴气很有关系的 所以他身上很有阴气 要讲半天了 翻译怎么这么长 有师父 你叫他相信师父 好好念经 我再讲他一句话 他一定会相信 他 我刚刚看他的图腾 他的命根当中 有一次结过不去 就是说他曾经想过 不要活了 他忘记了师父 你问他 感情运有一次失恋 有没有想不活了 一年八个月之前 他想没有师父 你问他想过 没有想过 碰到事情 想过 没想过 不想活 有了 他有一次失恋 师父 什么 有一次失恋 有一次失恋 你问他 当时 是不是想不想活了 人家不要他 他追人家 人家不要他了 对师父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开始都不承认 后面才承认 今天有点不大对头嘛 气场不好嘛 知道为什么了 鼓掌太少了 阳气不足 好 那师父 他的功课要怎样做 他的功课 功课叫他念姐姐咒 108遍 往生咒 49遍 心经叫他念 21遍 大悲咒 念19遍 然后小房子叫他 一共要烧240张 好 那又放生多少条鱼 放生180条 这个人人不坏的 很傻的 我告诉你 你跟他讲 叫他好好念心经 他的智慧不深啊 他这个人呢 脑子不是很好啊 钻牛角尖 我不知道印度尼西亚讲 钻牛角尖 怎么讲法 会讲不啦 印度尼西亚讲 钻进去 出不来怎么讲啦 以后不要用他做翻译了 对师父 对不起师父 看见了吗 他说对师父 你们听见没有啦 对不起师父 不是说你呀 他说对 师父讲的他对的 好感恩师父 好了好了好了 好好修行 是有点对的 你说对